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图 绽放版式的光速 绽放版式的光速 你这次出走 大家都很担心你 对不起 朱哥哥 我错了 别说了 听我的话 赶紧回忆去吧 我答应你 如果光复大明成功了 我不杀康熙 至于到那个时候 你还愿不愿意嫁给我 都听凭你的本心 我绝不勉强你 但是 如果光复大明失败了 我被他杀了 我对你 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不想看到你一个人 孤独重劳 如果那个时候 康熙还愿意不计前嫌 且是后面 你就放下一切过往 走了他 好 晚安 我 我 你要去 老大 我们还活着吗 孩儿都死了 俗话说得好啊 好人命不长 坏人活千年 你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啊 我有点晕 你先让我躺一会儿 起开 别再装了啊 不是 老大 谁救了我们啊 谁救了你 当然是老大我了 不可能吧 那个黑衣人的武功 你根本就比不上 我在他手底下 最多也就过三招 你最多十招了 不能致许啊我 我打不过他 我想招啊 我聪明啊 我在我手上抹毒 我跟他过招的时候 把毒药趁机抹在他手上 结果他就中毒了 所以啊 他为了换取解药 就把我们两个放了 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地方 运功排毒呢 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信了 论你这旁门外道啊 我老大绝对是天下敌意 老大 你又救了我一回 你要怎么感谢你啊 别缠着我就行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还没玩够啊 老大 我知道 你是觉得我听信了宫里的谣言 所以才省我的气是不是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听信谣言了 真的 真的 我不仅是你的龙小弟 我还是真龙天子 惊口欲言呢 那我也不想再回到 那个大鸟笼子里了 你不回是吧 你不回别怪我赖账啊 赖什么账啊 那山西的时候 我可是欠了你一大笔账 我的利息可高了 你还得起吗 老大 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啊 趁火打劫 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 大明内乱 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 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 想过上几天好日子 可你们呢 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 各地的官吏 设置了各种官卡 变相地收取各种赋税 你们这才叫做 趁火打劫 一本万利的勾当呢 你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诺小弟啊 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 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 消除贵族特权 割除击毙 整顿励志 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好 我答应你 这个利息 我一定还 你就不想监督着我 把这笔账给还了 你 皇上果然是天底下最无赖的人 皇上 奴才恭请皇上回宫 老大 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回去的话 那我就在外边待着了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算你喊 请一下 回宫 驾 皇上回宫了 回太皇太后 皇上啊 是昨日夜里回来的 你这个李大总管的差事 当得是越发的好了 太皇太后 不知奴才 做错了什么事 还请太皇太后明示 如今这皇上 迷着礼仪欢 迷成这个样子 你竟是守口如瓶 一字不吭啊 太皇太后恕罪 皇上 其实早就知道奴才 是太皇太后 派在他身边的眼线 所以有很多事情 都不让奴才知道 你用不着 拿皇上来当挡箭牌 其实呢 哀家早就告诉过你 皇上的大小事情 你要第一时间 禀告哀家 可是你是怎么做的 你这眼里头 还有我这太皇太后吗 太皇太后息怒 您可是冤枉子奴才了 奴才没有办好差事 任凭太皇太后责罚 可是奴才对太皇太后 那是一片忠心哪 行了 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也是啊 你夹在哀家和皇上的中间 有些差呀 你也不好办 皇上啊 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 九五之尊不顾 安慰体面全然不顾 你说 怎么这么随根啊 你听好了啊 这宫中 哀家绝不允许 再出现一个东鄂飞 这儿 嗯 奴才所额图 给皇后请安 听说 昨晚子进城所有的宫门大开 皇上大摇大摆地 接着出走的李懿欢 回宫了 皇上 皇上就是要这样大张旗鼓地 告诉我们 他相信李懿欢 宠着李懿欢 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闭嘴 当年唐玄宗为了赢回杨玉环 也是这般深更半叶大开宫门 毫不顾忌朝野非议 可结果呢 难道皇上想学唐玄宗 这唐玄宗有安鲁山 可咱们如今大庆也有吴三桂啊 难道皇上 都忘了这些前车之箭吗 皇上本来少年英明 可是竟然被李懿欢这个丫头 迷得失去了本性 都怪我当初考虑不周啊 本来以为 她可以帮助我斗倒傲败 所以帮着这丫头讨好皇上 没想到现在是养虎为患了 提到敖拜 本宫倒突然想起了 她的疯病可有好转 没有 我昨天刚去探视过她 还是疯疯癫癫的老样子 连我都不认识了 这敖拜一向武功高强 身体健康 怎么突然就疯了呢 敖拜的疯 是中了迷魂伞之毒 此事颇为蹊跷 有谁能够在我的眼皮底下 给敖拜下毒呢 这毒风熬败的人 会不会就是李太医 我也一直有此怀疑 只是苦无证据 所以现在也不敢声张 我派了最得力的人 去追查她 和李怡欢的真实来历 可是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 这敖拜已经被皇上 捐进了大半年了 他的党羽 也被皇上清除得差不多了 所以就算是他现在清醒过来 对我们赫舍李氏一族 也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了 所以我现在敬访良衣 尽快地把敖拜置清醒过来 如此甚好 若敖拜能够早日清醒 也能早日交出这明珠谷的奸细 我们也能早些证实 这李氏兄妹的奸细身份 这义欢简直是胡闹 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就擅自撤离 这岂不是叫康熙所恶徒 更加疑心了吗 义父 其实义欢此次离宫出走 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她是想刺激康熙 让康熙不要怀疑她 相信她 如今 康熙好不容易把她找回去 越发珍惜她了 义欢的良苦用心 总算是没有白费 义欢居然有这样的心机了 这孩子以前 可不是这么会算计的 也许她在宫中待了这大半年 让她成长了不少啊 眼下清廷跟吴桑贵 还没有正式地翻脸 就算他们真的开战了 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军情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想要在清廷里 安插自己的眼线 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未能进入核心 这一次 你跟义欢阴差阳错的 就潜伏在康熙的身边 这真是我们的意外之喜啊 也是天不亡我大明的征兆 所以你们必须要排除万难 继续潜伏在紫禁城内 我明白 我定会忍辱负重完成任务 不负各位市长所谓 这么多奏折 你得批多少天啊 三天三夜都批不完 你还说呢 这不都怪你啊 大不了我陪你忙三天三夜呗 老大 这一次 朕要是不出宫追你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就再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 你就真的那么狠地下心 永远地离开朕 老大 你从前都是古灵精怪 唧唧喳喳的 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心事重重 沉默寡言 说实话 朕的心里有些不安了 龙小弟啊 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冒出你的老大 我喜欢保护你 真心想保护你 到后来我知道你是皇帝 知道你居然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而你呢 也继续任由我当你的老大 现在想一想 还真的有点可笑 不自量力呢 谁说你不自量力了 谁说你可笑了 就是因为别人一直都在想 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爱朕 应不应该保护朕 应不应该讨好朕 可是你呢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应不应该 你就是本能地对朕好 本能地爱护朕 所以你特别珍贵 你特别值得朕珍惜 我刚开始进皇宫 是因为对皇宫好奇 我想现在看看是什么样子 到后来呢 我慢慢习惯你给我的一切 我想陪着你 可是后来渐渐地 我对皇宫有了恐惧 我想逃离 我害怕 而且就算你总说 你心里很珍惜我 你喜欢我 可是我时常能感觉到 你的心在动摇 你每次动摇 都让我特别害怕 就更想逃离 你看看 你又再到达一旁 朕什么时候动摇过 明明是你一直在拒绝着 一直对朕若急若离 老大 你的那些心思 朕都明白 你放心吧 朕一定不会禁锢你 朕会尽可能地 给你最大的自由 朕一定不会伤害你 朕会尽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你 朕不认不得不 sum 石鍊姑娘 你不是都已经 走了嘛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叔父 对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 离开龙小弟了 可看到他不顾一切出宫 来找我的样子 我心里就又动摇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 找个风水先生 给自己 先挑一块好点的墓地 把自己的后食料理好算了 叔父 不过您放心 我跟猪哥哥 绝对不会连累您的 那敖拜的病情怎么样了 回太皇太后的话 奴才已经安排人 全力地在救治敖拜了 可他的病情 始终是不见好转哪 这可麻烦了 他一手打造的情报网 难道 就这么一直瘫痪下去了吗 当初 可是你负责监管敖拜的呀 他是在你的眼皮底下 被人毒疯的呀 而你又查不出这下毒的人 又迟迟治不好他的病 你 索托啊 在 哀家可知道 敖拜可是你最痛恨的对手啊 你 你可不能因私害功啊 太皇太后 您真的是冤枉奴才了 奴才虽然和敖拜一直有些不和 可绝对不会因私害功 公报私仇啊 这其实 毒害敖拜之人 奴才一直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可因为苦无证据 所以不敢说出来 奴家信你也但说无妨 多谢太皇太后 其实奴才监管敖拜府邸的时候 这李太医却可以凭着皇上的密诏 自由地进出敖拜府邸 如此大事 你为什么一直隐瞒着不报 太皇太后 这皇上一直对李氏兄妹重信有加 奴才手里没有真凭实据 岂敢胡言乱说呀 再说了 这李太医拿着皇上的密诏 皇上会不会在暗中对他有所交代 奴才也把握不住 所以就 糊涂啊 皇上即使是有此念头 也是在敖拜交出情报网之后啊 他岂能如此沉不住气啊 对 是奴才一时糊涂了 传言说李氏兄妹是反清联盟的奸细 奴拜要是真的是被李太医毒封的 那他兄妹二人的身份就更可疑了 唆涂 奴才在 一定要继续地想办法 全力地医治好奴拜 奴才谨遵太皇太后医治 起来吧 喳 奴 奴 这会儿你可真是让大师兄伤心了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他伤心 所以才选择出走的 傻妹妹 你要说我吗 已经了无牵挂 倒是可以移走了之 你 是我自愿继续留在宫里协助大师兄 而你 就算大师兄肯放手 你爹和诸位师长 他们能放手吗 你又能逃到哪儿去呢 徐姐姐 别老提这些让我心烦的事了 我想明白了 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语气丑白的头发 不如好吃好喝的 过好以后的每一天呢 真是羡慕你这个性子 偏大的事情都能一笑了之 徐姐姐 如果你一直留下皇宫的话 那皇上会不会对你 放心吧 康熙虽然表面恕了我的罪 但她对我还是有戒心的 看来以后 不会再要动灵性我的念头 这样挺好 我也不用再费尽心思去应付她了 皇妹 朱哥哥 什么事 今天 太医院的王太医 被太皇太后叫了过去 回来以后 我问她有什么事情 她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 我便留了个心眼 后来我发现 她煎了一剂药 从药渣的成分来看 应该是治疗 施心风的方子 施心风 太皇太后 不会得了施心风了吧 不可能啊 她明明好好的呀 难道这个药 是给傲拜煎的 还是倾城的心思证明 当时我也有此疑心 就悄悄去找了李公公 果然不出我所料 李公公说 太皇太后正在命所额图 悄悄医治傲拜 太皇太后想要医治好傲拜 应该就是为了要对付你们两个 这只是原因之一 傲拜发疯以后 她所掌控的情报网络 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康熙想尽了办法 也无从下手 但是 一旦太皇太后 治好了傲拜的施心风 那么傲拜 就只能乖乖地交出 她所掌控的情报网络 朱哥哥学姐姐 咱们也别太过于担心 这个迷魂伞之毒很难解的 其实解了 中毒之人的神志 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的 嗯 再说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怀疑 是索罗图毒分傲拜的吗 那索罗图肯定不会要好傲拜的 现在 也只能这么希望了 否则 一旦治好傲拜的施心风 我们的身份 就都暴露了 不如 我们想个办法 除掉傲拜 来不及了 太皇太后 已经加强了对傲拜的保护 不过我们在这个时候动手 不仅很难得手 还容易暴露自己 对傲拜 也只有一靠李公公 让他盯着太皇太后 和索罗图那边的动静 一旦发现情形不对 咱们马上撤离 嗯 现在 也只能这么应付了 桓妹 嗯 我有点后悔了 我不该劝你回来的 我这不是担心你跟雪姐姐吗 我肯定会回来的 你真的 只担心我们吗 只怕 你是放不下另外一个人吧 大师兄 小师妹一定是担心我们两个的 眼下形势很复杂 我们应该放下一切杂念 一切以大意为重啊 此处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分开吧 嗯 走 孔元帅 在 你拿着老夫的手谕 前去掉八千人马 一定要把敌人斩杀于战前 末将遵命 老爷 快把羊喝了吧 不喝 这玩意太苦 有糖吗 我的糖呢 你给我糖 我的糖 我的糖 你给我糖 我的糖哪儿去了 你给我糖 我的糖了 我的糖呢 我的糖去哪儿了 老爷 老爷 糖在哪儿 您小心的吗 老赛 我的糖呢 去安主王大人 让他吃药 是 你们干什么 你别管我 我要找糖 找糖 哎 哎 我的糖 把药给我 放开我 哎呀 哎呀 你们都想害我 老伯 该吃药了 嗯 听话 我不喝药 我要糖 把这碗药喝了 我就给你糖吃好不好啊 你给我糖 我不 我不喝药 老伯啊 这药啊 是太皇太后 亲自让太医院的院派 为你配制的药 你可不要辜负了 太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啊 嗯 来 乖乖的把药喝了 喝 太皇 太后 对啊 太皇太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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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义父 看来 治疗这段时间 还是略有起色啊 希望如此吧 好了 把它放了 折 宝贝 你晚上看 我赏你颗糖吃 她 老伯 虽然你是我赫舍李氏一族的大敌 现在看到你这么疯疯癫癫的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哪儿是了 半年前 你让我向皇上进言 我拒绝了你 但现在形势变了 这李氏兄妹 成了朝廷的大敌 威胁到了皇上 看来我不得不放弃前嫌 全力救治你了 我可不想 真的成为大清的罪人哪 你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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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治疗 这敖拜的病情虽未痊愈 但已经渐渐地好转了 虽然她现在 还是有点胡言乱语 可是今天我提到 太皇太后对她的病情关心 她竟然有了些反应啊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您这是要去见见敖拜吗 正是 哀家得去见见这个人 太皇太后 您这是要去见见敖拜吗 正是 是 哀家得去见见这个人 你们这些宿敌 她可能认不得了 但是哀家和她 却是有一辈子交情的人了 说不定 说不定她见了哀家 就能清醒过来 好 奴才所额图 给太皇太后请安了 凭什么吧 这 敖拜她怎么样 敖拜还是老样子 疯疯癫癫的 太皇太后 您稍坐 我过去叫叫她 走呗 别胡闹了 太皇太后 您稍坐 我过去叫叫她 走呗 别胡闹了 太皇太后 来看你了 是啊 是啊 太皇太后 她现在不光疯了 连药都不吃了 彼得佛 你服侍她 让她把这碗药喝下去 这 好大人 这药 可是太皇太后 专门为你的病 让太医老治她 把药喝了吧 我没病 我不喝药 我要吃的 我要吃的 不好吃 你不好吃 你滚开 小心点 别把药弄散了 欧大人 先把药喝了 喝了药以后呢 就给你好吃的了 好拜呀 欧大人 老贼呀 有哀家在 谁敢欺负你呀 喝了吧 啊 有好吃的 啊 先喝药 你就是个大骗子 大骗子 这这这这 药不要紧呢 太皇太后 不要紧不要紧 没事没事 李德夫 你回宫吧 你回宫吧 换身衣服 不必再回来了啊 哀家 今天就是来看熬 拜的 此事啊 可不能跟别人说啊 记住了 奴才谨遵太皇太后一旨 去吧去吧 那奴才就先告退了 那太医熬的药 还有富裕的吗 回太皇太后的话 还有一壶呢 端上来 喳 把药拿过来 喳 喳 喳 哀家还不信了呢 这回呀 是哀家亲自喂喂你 你得啊 给个面子啊 太皇太后啊 您可注意安全 她可疯得很 我不怕她 走 奥贝 你玩得挺好啊 这次是哀家亲自喂你 知道吗 你听好了啊 这里的药材啊 都是御外进贡的 知道吗 平日里啊 皇上和哀家御用的 都是稀奇宝贵的东西啊 没事儿 你就把它喝下去 来 哀家喂喂你啊 哎 喝了这个药 你就会好了 来 张嘴喽 哎 喝了不 哎哟 哎哟 真好 再来一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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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口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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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张 哎 你额娘都没对你这样 来 把 来 把这个都喝了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如此的垂帘罪臣 罪臣后悔过敌啊 太皇太后 好 赵本 怎么突然正常了 啊 老贼啊啊 原来 你是装疯啊 啊 你挺能演的 像个细子儿 接着演呢 醉臣也是万不得已呀 太皇太后 醉臣近日才能盼到您奉驾光临 醉臣 太皇太后 醉臣 醉臣又又要事起奏 此事事关皇上和我大清江山的安危呀 什么 太皇太后去见了敖拜 所欧图向太皇太后禀报说 敖拜的病已经有起色 她已经能够记起太皇太后了 于是太皇太后就决定去探望敖拜 不过她没有大张旗鼓 她只是带了我 所欧图 纳赛 还有两个嬷嬷 太皇太后见到敖拜可有什么发现 太皇太后见到敖拜让我给她喂药 敖拜突然间一碗药 破了我一身一脸 然后太皇太后就让我回去换衣服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敖拜拿药破了你一身 敖拜拿药破了你一身 如果她只是风病发作倒也罢了 可如果她是故意而为 那这件事情可就大大不妙了 那就是说明敖拜的风病很有可能已经好了 她是在继续装风 故意支开你 是要向太皇太后单独密奏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不定我们都被敖拜给骗了 她其实根本就没有风 当初我们始终查不到究竟是谁下的毒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性 这个毒很可能是敖拜自己下的 而且分量很轻 又事先安排了身边的亲戚 在事后给她服下解药 她自己则继续装风 瞒过了我们所有人 那那那那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有点怀疑了 那欧拜既然能够制出大不安之毒 这说明她对毒药是有一定了解的 那她破了我一脸一身 这显然就是故意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的身份岂不是都会暴露了 这可怎么办哪 我说吧让你们早点撤离 你们就是不听啊 特别是这个义欢 明明人已经走了 还回来干什么呀 叔父先别着急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随机应变了 在没有确定 傲拜是不是真的装风之前 我们要预见到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想好相应的对策 终于批完了 哎呀 这个这累的呀 龙小弟辛苦了 要不要我给你执执肩啊 好啊 来 老大 谢谢你啊 谢谢你肯肯认回来 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朕希望 这样的日子永远能持续下去 董小弟 我不敢去想什么永远 我只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对了 老大 上次你在万花楼里跳的那个剑舞 好美啊 能不能给这人再跳一个 其实啊 那根本不是舞蹈 是一套剑法 我给它改编成舞蹈了 而且 其实作为剑法 也得两个人一起来使 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 所以龙小弟 与其我舞给你看 不如我们两个一起舞啊 我教你 这样不是更好 好啊 老大你要是肯交证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了 只不过 就怕自己太笨 被老大笑话似的 笨没关系啊 你的学费多给我一倍就好了 老大老大 你的贪财贪吃的本性 朕看这辈子是真改不了的 太皇太后驾到 太皇太后 您吉祥 义太夫 这老贼 把这汤药喷在你身上 又没烫着 谢太皇太后关心 奴才无大碍 那还好 太皇太后 那敖拜 见到太皇太后的盛眼 病情有没有好转啊 还那样 你先嫁去吧 这儿 他忘了哀家是谁 是太皇太后 就是铁嘴钢牙 也能撬开他的嘴 看有谁如此大胆包皮 好 转个身 再打个花 对 再出去 对对对 转身 转身 见到这儿 上步 上步 转圈打一个花 上步 对 反 转身 不错啊东小弟 一点就通 练武奇才啊你 还是老大教导有方嘛 皇上 太皇太后 请您过去一届 肯定是因为你这次出宫的事情 好了 别担心了 朕一定会保护你的 皇上吉祥 皇祖母吉祥 孙儿给您请安了 奴才李德福给太皇太后请安 都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李德福 奴才在 哀家家乡蒙古王爷给哀家 烧来了一封家信 哀家要跟皇上聊聊家常 你们都各自下去呗 喳 看来皇祖母不是要拉着孙儿聊家常 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孙儿谈吧 是 哀家要告诉皇上的 是关乎大清朝的国族 你可要冷静地对待 你还认得这个吗 当然认得 据说崇祯皇帝欲赶前名气数已尽 把所有国库里的宝物全都藏了起来 还明各行各业的能人意识潜伏在全国各地 已被将来反抗蜻蜓式之用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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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李宗盛 唱歌 李宗盛 不贵 弗苹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唱歌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悄 万世怀烟 心中细流 回远方情缺 回首一生 路漫漫天与丽 离开在眉间 弹千秋 万世欢颜 书极续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前绝 离开在眉间 心前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